看台湾向前行 请收看台湾向前行 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上个礼拜天 716大游行之后 柯粉是给足柯文哲面子 不过最新一份民调 柯文哲在30到39岁 这个年轻族群的支持度 却下滑了 而且另外 我们单就性别比例来分析的话 柯P的女性选票大幅流失 女性朋友的支持度 锐减超过一成 但是侯友宜并没有因此减到便宜 因为今天这两份最新出炉的民调 通通都是老三 全代会倒数三天了 宏友宜的民调还是爬不起来 老三危机就像是井窟咒一样 好那么另外一方面来看到 民调呢稳定领先的赖清德 即将要在8月份出访友邦巴拉圭 到时候也会过境美国 不过这个过境的规格跟待遇 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稍后一起来了解 好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 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 王瑞德 孟琪好 大家好 左手边我们要欢迎到的是 高雄新议员黄杰 孟琪好 大家好 接下来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 王时期 大家好 等一下还会有民进党 这个新北市三重立委参选人李昆成 还有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都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民调 716大游行之后 柯文哲的民调不升反降哦 讨论之前先来看一段柯P 昨天受访的片段 蓝白河传言满天飞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在广播节目上辟谣 不过现在外传 宏汉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在操作换猴无望之后 又把战略目光转移到柯文哲身上 虽然郭台铭前天才否认 绝对没有说过要并购民众党 但柯文哲持续敬而远之 不过他还爆料 有国民党小鸡来苦苦相求 柯文哲一脸得意 没有把蓝银放在眼里 到处开地图炮 却被爆出搞不清楚状况 柯文哲先前在接受 网路媒体专访时 误以为时代力量党主席 王婉玉在716游行当天 上台骂黄国昌占用国有土地 直接批评他实在有够白目 发现骂错人后才赶紧改口 我就听到他一直被虚 我旁边就讲说 这黄国昌的场子 他在开什么地图炮 所以我以为他 他在骂黄国昌 那这是认知错误 柯文哲向来就是说谎成性 从头到尾我点名的都是 他和他政治上的盟友 言清彪和周冬景家族 但是他却是不敢面对 又或者是他只是假装没听见 就怕柯文哲听不清楚 王婉玉在把716当天的台词 再念一遍 对民众党的怒火持续延消 好像柯文哲智商这么高的人 真的会搞不清楚 王婉玉在骂谁吗 我们先来看到716游行过后 柯文哲怎么反到民调卡关了呢 没有再继续涨 年轻族群的部分 还下滑了一大段 我先来请教一下黄杰 就我们所看到今天 最新的一份来自这个 林传媒所做的民调 他把这个五六七月的 这个趋势图都画出来了 赖清德的这个趋势是蛮固定的 大概都是在三乘九 三乘七三乘八左右 而至于柯文哲一度呢 哇这个领先 这个上升的幅度蛮大的 五月份到六月份是上升了一成 但是呢六到七月 反倒下滑了百分之三 而至于侯友宜 好这个是真的是大幅的落后 七月份也只有二十一点二九 虽然这个柯文哲在年龄层的分析上面 他的年轻族群真的还是赢赖清德跟侯友宜 可是我们今天发现 哇在三十到三十九岁 好这个年龄层里面 居然从六月到七月是下滑了六点三七个 这个百分点 而且呢如果单就女性支持者来看哦 居然一个月内少了超过一成的女性朋友的支持度 黄杰你怎么样看 年轻的族群还有这个女性的选民 为什么在这当中跑掉了呢 好那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是三十岁的女性 刚好就是借在这个区间 所以我觉得我来谈论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那我觉得先看这份民调 可以看到这个月跟上个月 其实比对下来 柯文哲的女性的支持度 他在二十到二十九岁之间是少了七趴 三十到三十九岁少了十一趴 然后四十到四十九岁也少了四趴 那很明显说 等于是二十到五十岁之间的女性 全部都是下跌的 而且都很明显都在女性选民 那看一下赖清德 他其实从上一月到这个月 比较一下 他在二十到二十九岁之间是增加了四趴 然后三十到三十九岁增加了六趴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其实支持赖清德的女性选民 逐渐的回升 那这代表什么 甚至是看一下这个月最新的民调 赖跟柯之间是已经黄金交叉了 大家本来都说年轻人 好像都比较支持柯 可是在三十到三十九岁之间 柯文哲的支持度是三十九趴 然后现在赖清德已经到四十一趴 也就是说已经超过柯文哲 就是我这个年纪区间的人 是比较支持赖清德的哦 那为什么 我觉得其实就跟最近的一些 从过去到现在 其实大家有逐渐在整理说 其实柯文哲骨子里就是一个非常丑女 而且非常孔童的人嘛 大家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 就知道说包括他以前怎么嘲笑女性不化妆上街 好险我们今天在座都有化妆 不然就会被他笑了嘛 他们说我们上街吓人 然后又其实不要忘记 他在性贫运动上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保守派的 包括过去的挺同的运动 他甚至自己说他投了废票 所以如此恐童 如此艳女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对于女性的支持度来说 这个当然是我们会看的指标 因为性贫价值是我们在乎的 那赖清德做了什么 其实这段时间 他面对所有的性贫事件 都非常有诚意要处理 包括从五月到现在的MeToo事件 他怎么做 第一时间所有的性贫事件 他单起来一个一个自己处理 甚至带头 自己带头带所有党公职 去上这些性贫课程 那我觉得双方这个态度 一比对下来 其实女性选民会看 这个你到底有没有尊重女性 到底有没有对女性不友善 那在这边除了我自己的 这个自己的心情 还有我自己的代表性之外 我要讲一下 昨天晚上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馆长他在节目 自己的节目上面开直播 那直播什么呢 他公审了在716上面 拿着一张A4的纸 然后就这样 那个有一个小女生 一个女学生 他拿了一张A4的纸 上面写着 就是他帮柯文哲整理过去所有 他歧视女性的言论 那那一场游行他做了什么 他就是默默站在那边 然后就这样低头站着 因为他知道身边都是非常让他不友善的人 甚至他今天早上他也受访的时候 有表明说其实现场所有人是对他非常不友善的 甚至是有人想要去呛他 还中间有人要帮忙调解说什么 说什么他的那张纸上面言论都是不正确的 然后要过去这样子欺负这一个女生 所以可以了解到现场男性这么多的情况下 那位女生敢站在那边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的表达 已经是非常勇敢的 结果昨天晚上馆长做了什么 他花了半小时公审这个女学生 这种行为就是网路霸凌啊 这种行为用自己的高声量 然后这样欺负这位女学生 我认为就是非常不止的 那他为什么要特别挑这位女学生 因为昨天716的游行 大家去看 其实台下举什么牌子的人都有 包括骂猴友谊的写什么歌喉站的 骂蔡英文的写什么蔡英文贾博士的 这些牌子都有 那为什么馆长只挑这个女学生出来 他甚至抹黑他是职业学生 他甚至抹黑他是底下 有人说他是民进党派来的 那很明显他就是为了要坐实 这一场就是挺科大会嘛 所以他其实这样的言论 特别把打科的人拿出来讲 就是已经坐实了 这一场就是挺科大会 再来他其实也是帮柯文哲越帮越忙 因为他就说柯文哲有歧视吗 他一直在解释说柯文哲 其实没有没有歧视 他觉得他的那一张纸上面写的是不实言论 那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言论 大家过去查都知道啊 分一下影片就知道了啦 所以我觉得馆长这样子恼羞成怒很明显 就是第一啦他欺负弱小 第二他在帮柯文哲护航 第三他看不下去接下来的赖清德的女性支持度越来越高 他更小当上去 所以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 如果馆长跟柯文哲这些人继续用这种方式在对待女性的话 他们的支持度只会越来越低 我也相信接下来柯文哲的支持度会跌破三成 来 瑞德哥刚才黄杰举这个例子 这个馆长昨天晚上开直播去出征一个小女生 这用意到底是什么 今天这个举牌抗议的民众他有接受网路媒体的访问 他有这样说明 他说他就是拿一张A4的纸到底要怎么闹场 不希望有女性再被言论羞辱了 其实这样子柯粉你这样大举去出征别人 你看到王婉玉在台上骂了柯文哲被虚下台 那现在这个举牌说柯文哲有讲一些不实言论的人 也都被说成是测译 柯粉这样做其实对柯文哲是没有加分的 对 没有错 那么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那么就造成什么样追求的人 他所呈现出来的 不是在昨天在网路上面有一个说法说 为什么大家都说716好像都是男的比较多 尤其是年轻男性 那女生比较少 有人说是9比1 我觉得不止 外媒甚至有讲到50比1的 因为现场的女性确实非常少 那么包括四叉猫当天的直播全程收看之外 还有现场有好多个直播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不是我们发现的 最早发现这个现象的人 其实是外国的媒体 是外媒 因为他们注意到这个很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说游行的人 因为在全世界各地 这种大規模的游行 男男女女 此起比如说到处都有 那么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开始去讨论这个现象 这是一个事实 不用再鬼扯再说一大堆了 昨天我看有人在解释说 什么来求助的 什么怕中暑的 来求助的也有很多女性会干嘛 我们现在说的是全部普遍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必须去了解跟分析啊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 这也是柯文哲最大的隐忧 今天你看他的民调里面呢 女性足足少了11% 也就是说女性对他最近的一些言论 跟最近的一些动作呢 事实上是反感的 那么这是事实 展现出来的游行也是这样 那么令人家觉得最可比的是什么事呢 那么当天主办单位号称要10万人 你如果至少有个四五万人也就算了 来了以后呢 一开始来了大概四千八千 后来在警方的估计大概一万四 那到最巅峰的时候 大概有溢出大概两万多 但问题是你办一个这么大 号称这么大的一个游行啊 然后事先宣传成这样 你连一个警服门都塞不满 大概台湾那么近几十年来 最大几个大型的游行活动我都有参加 那么你连一个警服门都塞不满 你有什么这个等于说 那么也不能说资格啦 也就是说你的能量 你有什么能量可以去说 你看昨天柯文哲马上就这个切割了 他说昨天 昨天他说这场活动跟我们没有关系 跟民众都没有关系 我们是来宾 我们是货押来的 今天可能被K了 所以今天马上就说 我们不能这样就算 你知道吗 我们不能这样就算了 那么瑞德哥我补充一下 刚才在讲人数的事啊 其实馆长不太服气 不是说那天太晚了 想要晚上再来办一场 没有问题啊 我估计不要再秋冬了 我建议从这个礼拜天 这个礼拜天来不及 从下个礼拜天开始 你每个礼拜天都办一场嘛 你每个礼拜天晚上都办一场 从现在办到这个 等于说投票前嘛 你都办嘛 你就这个等于说 把相关的路权 你就申请去办 每一场都十万人 我给你打破了 你连韩国瑜都不如啦 我这样坦白啦 你们在主办单位 不连韩国瑜都不如 韩国瑜都不用少选一个 一二十万人就来了 对吧 三重水泳公园 海道台中高雄 人家有人家的魅力 我们必须承认嘛 他不管你是讨厌他 还是支持他 还是认为他唬烂 他就是有他自己本身的魅力 落朗出来的魅力嘛 不需要动员到游览车 讲白了 这一场这个所谓的大游行啊 讲的是居住正义 讲的是司法改革 我们有听到去真正的什么 居住正义司法改革的 要怎么做吗 我们听到的是 其实就是艇科大游行 讲白了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这个管长不服气 管长不服气说啊 那么什么 讲的有没有一大堆啦 讲天气太热了 我请教一下 2013年8月3号洪中秋 我在场我也在场 8月3号 不是我们正炎热的时候吗 甚至于比现在还热啊 对不对 暑假最热的时候啊 那一场来了25万人 有人去掉那一天的气温 确实比那一天还热 对 25万人 而且男男女女都有 因为我在现场嘛 男男女女都有嘛 2019年6月23号 他们自己办的 他们自己办 这两个人主办单位 黄国昌跟馆长自己办的 反洪梅十几万人啊 男男女女都有啊 对不对 我也在场啊 然后警戒二来还包括更早 2014年那个反服贸大游行 35万人太阳花那一次 那一次我去的晚一点 我连那个警服们都挤不到 挤不到 不是不是说我要挤进去 不是我连挤人都挤不到 全部塞爆了 我跟你讲 不要在那边鬼扯什么 三四万人啊 然后十几万人 因为天气太热 你要办这样的活动 你不知道 两三点开始大家集结 四点的时候宣布 一般都是四点宣布 开始先让人家这个唱唱歌 弄弄音乐 还是一些人先那个演讲暖场 五六点以后天气比较没有 那么热以后才开始 你连办这种活动的SOP 你都不知道啊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那你办什么活动啊 事先你也不是没办过 2019年反洪梅 你都办过了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在怪东怪西 怪一大堆 那至于那么去欺负女孩子 那么事实上呢 柯文哲 柯文哲为什么妇女 柯文哲最大的这个危机是什么 这场游行被我们所有的人看不看手 为什么 都说他年轻人支持率高 对不对 我请问你年轻人有一半是女生 女生的支持率这么低 那完了 柯文哲能够动用的能量就这样 而且他有一半女生是不支持他的 所以现在包括那个T恤 我都很想问去哪里可以买 你也少要穿一件 我不是柯粉 我是第一代的这个所谓的柯粉 但是我成为第一代的柯黑嘛 所以我那个我不是柯粉 那应该有个大大的这样子 弄一个我不是柯粉 多多荒荣的一件事 不要让人家误以为 台湾年轻人都那么盲从嘛 一个厌女仇女 不把女人当一回事的人 她的那个太多了嘛 日本女人比较漂亮 不像台湾女人素颜上街要吓人 陈以珍年轻漂亮 比较适合去做柜台 像如此类这样子 陈时中是受诸隐成林志玲 那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那这么多这么多 未分女性造成国家不安定 她把女人当什么 当作次等的民族 我想坦白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难道台湾的女人都是盲从吗 都是笨蛋吗 所以呢事实上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你她以为自己是皇帝 像雍正一样 别人在她眼里面呢 不是太监就是狗 不然就是听话的太监 跟听话的狗 这样子而已嘛 这样的政治人物 如果我们台湾 还盲从去支持她 那台湾人真的就是没救了 讲到女性选民 我先来请教十七节 现在柯P的这个女性选民 光是这短短的一个月 下滑了11.46% 除了女性选民之外 年轻族群也下滑 我们看到刚才瑞德哥想要买的 就是这一件 在网路上确实掀起了蛮多的讨论 就是说因为有很多人 他觉得说很不满 不希望自己是因为年轻人 就被贴上柯粉的标签 所以有人就去做了这样衣服 上面是写 我不是柯粉 现在受到很多网站的讨论 年轻人受到蛮多欢迎的 的确从今天零传媒的民调看起来 柯文哲的女性选民支持度的确下跌 而且是暴跌 就是譬如说三十到四十岁的女性 就是黄洁这个年纪的女性的制度 他是暴跌十一点四六趴 我的天啊 震荡实在是有够剧烈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其实是一件一件累积出来 柯文哲跟女性之间那种仇视歧视 然后上下尊卑这种态度 一件一件累积出来造成的 譬如说这个七一六的大游行 大家都知道说 这是馆长跟黄国昌他们 他们发起的 可是因为他们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是紧密黏在一块的 柯文哲甚至希望要邀请黄国昌去担任 他的法务部长 也就是说 当柯文哲跟馆长和黄国昌 这些人的形象是紧密相连的时候 我认为对于女性的支持度的这个 一定会一定会雪上加霜了 再加上七六游行 摆明了民众党 就是柯文哲自己承认说 对他们已经动员党公职 要全面动员 而那个场也证实了 的确就是一个纯粹白色力量的群众场 政治场 那所以你看黄国昌跟管长 他们在号召这个游行的时候 不是自己还拍了MV吗 然后不是哇后面站了一大堆刺龙刺凤的啊 然后他们这个翘着二两腿拿着酒啊 就那样子的萤幕形象 坦白说对于女性选民来看到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是反感的 是会有紧张的 是会有觉得不想接近的 那难怪嘛 难怪你的女性支持度会暴跌 再加上716的游行 都是男性的聚集 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女性 低着头他拿着这个抗议的标语 是 会受到你们的肉搜耶 天哪 肉搜一个人耶 在网路上公审这个小女生耶 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是运动的发起人 你去肉搜一个参加你运动里面 意见跟你不一样的女性 小女生 你用三字经 你用脏话去问候他 问候他妈妈等等的 说这些行为让人觉得 天哪 所以女生当然不要跟你站在一起啊 你这种行为只是再度证明 你的仇女厌女歧视 以及把女性视为敌人 只要任何女性不顺从你的意见的话 就会被你这样子肉搜 就会被你这样子用三字经这个狂骂 谁要跟你靠近 到底谁要跟你靠近 谁要去支持这样子的人 来带领这个国家 所以一个运动的是否成功 其实最重要的当然是看诉求 任何关乎这个诉求的议题 你都可以包在里面 没有问题公平正义 那所以是因为你的诉求跟你的行为落差太大吧 我就问你馆长 你去肉搜一个小女生 你去用三字经 网路公审这个小女生 这样子有符合你的公平正义大帽子吗 请问公平吗 请问正义吗 可以这个样子吗 那所以你的诉求没有办法感动人 没有办法号召人 没有办法使人感受到共鸣的时候 人家不愿意参加这个活动 就不用怪天怪地啊 怪老伯怪这个怪那个啦 是你自己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跟随你 你的行为不公平正义 你对待女性的方式不公平正义 你号召的这个名目 跟你实际动员的不公平正义 所以这一场游行 所谓的游行 到最后只能歪到哪里去 歪到人家说 好热 你在吹冷气 如果你的东西 你的诉求是能够让大家觉得佩服的 幸福的觉得你这样做对 公平正义的话 那大家就会去了啊 再热也会去 对再热也会去啊 刚刚大家都讲嘛 红中秋的时候几度热死了 还不是该上街就上街 因为诉求让人有共鸣嘛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自己感动不了人 你自己要欺负女生 欺负年纪小的这个女生 欺负意见跟你不一样的台湾国民 那所以你只好歪到说 可恶你都吹冷气 我都没冷气 所以这个就让人看笑话了 真的这整场游行到最后都已经歪楼了 我们看到其实当天哦 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婉玉 在上面骂柯文哲啊 跟黑金势力走那么近 马上就被虚下台 那另外小女生 其实拿着这个A4的纸张 我们刚才画面有显示出来 居然就被馆长指控说 是不是测意啦 是不是职业学生啊 馆长昨天开直播他还怎么说 说你们这些学生哦 就要摸良心讲话 不要配合民进党做这种事情 不是说我支持这种事 但他真的有歧视吗 柯文哲有没有歧视女性 哎 馆长到现在好像还是状况外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哦 等一下继续来请教坤城议员 这个柯粉的排他性 真的是非常强哦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讨论 人工智慧全新世界 AI科技主播暴气象 锁定民事各节新闻